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将重点发展与台湾的经贸往来 美媒爆料 五角大楼正计划在太平洋地区常设一支特遣舰队 专家分析 特遣队或像海盗一样潜出到相关海域 负责拦截船只 争夺海洋 全球多地遭遇异常酷热 部分地区高温达54摄氏度 韩国以物流中心起火 获令全国配送大面积瘫痪 台当局17号宣布与美国签署两项军购合约 虽然这两项军购是美国上届政府批准的 但是本届政府处理台湾问题 正在显现出令人警惕的动向 再签两项军购合约 美驻台提升 非对称战力 6月17号 台防务部门发布公告称 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已经与美国在台协会 签署两项军购合约 分别涉及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和按机鱼插导弹系统 根据公告内容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的合约金额 为96亿2000万元新台币 6月1号起生效 预计2027年完成 按机鱼插导弹系统的合约金额 为390亿7506万元新台币 5月19号起生效 预计2028年完成 岛内媒体认为 这两项军购案涉及的装备 都与所谓非对称作战能力密切相关 海马斯是美军现役主力装备 主要用于为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援 其发射管既可以发射火箭弹 也可以用来发射战术导弹 台媒称 海马斯最大射程可达300公里 可有效执行反制作战 值得注意的是 与其他火炮类装备相比 海马斯在具备强大火力的同时 还保持了良好的机动性 可通过战术运输机迅速转移阵地 因此备受美军青睐 尤其是美军近年落实所谓 太平洋跳岛概念 推动岛礁作战转型 海马斯更是频频出现在 西太平洋地区的各个演练现场 就在17号 美军官方公布了一段 在冲绳将海马斯系统 装上运输机的演练视频 并毫不掩饰地配上说明称 此类演习针对的 就是第一岛链内的突发状况 台媒还表示 按基于插导弹的射程 可达200至300公里 每辆发射车装载四枚鱼叉 可对沿岸 港湾 及陆上目标实施打击 符合台当局近年提出的 机动不对称战力需求 尽管这两项军构案 都是2020年10月 由特朗普政府批准并公布 但拜登政府上台后多次表示 将继续对台军售 维持其所谓自我防御的能力 本月8号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 在远程接受美国智库采访时表示 美国维持在台海的威慑力 有五大政策 除了提高美军自身战力 与地区内盟友合作等内容外 还有一项就是鼓励台湾 发展不对称战力 美将在所有领域 推动与台湾关系 当地时间6月15号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就多项关键人事任命 举行听证会 其中包括美国国务院 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 助理国务卿人选 今年3月 拜登提名美国驻越南大使 熟悉亚太地区事务的外交官 丹尼尔·克里腾布林克 担任该职务 在15号的听证会上 克里腾布林克透露 美国自2009年来 对台军售总额超过300亿美元 并做出了这样一番表态 他还表示 拜登政府此前大幅放宽 美台官员交往限制 就是出于推动 与台湾各领域关系的目的 岛内舆论分析 美方官员抛出所有领域的概念 可能暗示 接下来将重点发展与台湾的经贸往来 就在本月10号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与台当局负责经贸谈判的代表 举行了视频会议 这是拜登政府上台后 美台负责贸易的最高级别官员 首次进行接触 双方商定将于数周内 在台美贸易与投资架构协议下 举行会议 台美1994年签署 贸易与投资架构协议后 迄今召开了十次会议 但在2016年10月后 这一对话机制陷入停滞 有台美表示 台美可能是为接下来 就所谓双边贸易协定进行谈判 对此中国外交部明确表示 中方一贯反对 中国建交国与台湾地区 商签任何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定 我们敦促美方把坚持奉行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的表态落到实处 停止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慎重处理台湾问题 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也在16号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 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地区谈判 和签订任何具有主权意涵的协议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地区 谈判和签订具有主权意涵的协议 民进党当局一美无独 不惜进口莱猪 频频出卖岛内民众的利益 可以想象 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 只会继续损害 广大台湾同胞的利益和福祉 美国未来在台湾问题上 介入的形式和介入的次数 都有可能增加 对此我们要保持充分的警惕 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 现在非常的不满 而且台湾社会关于莱猪的问题 现在的民意非常的明显 就是如果莱猪和所谓的贸易协议挂钩的话 那不要贸易协议 美国把莱猪拉回去 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发布的新闻稿当中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解释了美国方面 以劳工为中心的贸易优先的政策 这个意思就是美国想通过经贸往来 从台湾拿到更多的好处 最近台湾地区的疫情 已经影响到了芯片供应链 美国此举的意图 是让台湾更多的半导体企业 去投资美国 给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美凭借国际会议炒作台湾问题 继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公报 写入与台湾问题相关的内容后 当地时间15号闭幕的美欧峰会 也在联合声明中提及所谓 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美欧峰会声明的有关内容 远远超出了正常发展双边关系的范畴 无理干涉中国内政 肆意抹黑和指责 制造和散布虚假信息 美国和欧盟应该做的是 反省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 他们没有资格充当别国的教师爷 拜登政府的涉华问题评估和军力部署 评估工作进入尾声 从媒体披露的报道当中 我们可以窥探到哪些信息呢 新设太平洋特遣舰队 美欲提升快返能力 美国政治报网站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美国国防部正计划在太平洋地区 常设一支特遣舰队 以更好的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力 该计划是五角大楼中国问题工作组 近四个月的涉华问题全面评估后提出的建议之一 消息人士强调 军方高层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按照美媒的说法 太平洋特遣舰队将参照北约在冷战时期的做法 当时北约曾设立一支 名为大西洋长射海上力量的特遣舰队 其本质上就是一支海上快速反应部队 平时在海上航行演习训练 并择机停靠其他国家港口 一旦发生突发状况 马上赶到事发海域 北约的大西洋特遣舰队 通常由六到十艘舰艇组成 来自多个成员国 包含驱逐舰 护卫舰和补给舰等 军事专家杰里·亨德利·克斯 对政治报网站表示 太平洋特遣舰队如果要发挥效果 需包含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地区内国家的海上力量 甚至需要纳入英法等欧洲大国 不过目前尚不清楚其组成 另一位美国军事专家 埃尔布里奇·科尔比认为 特遣舰队不是解决美海军 在亚太地区捉襟舰肘的灵丹妙药 但至少显示出拜登政府 致力于将更多军事资源 从中东地区向亚太转移 目前美海军部署在太平洋地区的兵力 由太平洋舰队指挥 下辖第七舰队和第三舰队 其中第七舰队的辖区范围 吸取印度与巴基斯坦分界线 东至国际日期变更线 第三舰队负责从国际日期变更线 到美国西海岸的海域 第七舰队司令部设在日本横须赫 旗下主要作战力量 包括一艘核动力航母 五艘两栖舰 三艘巡洋舰 八艘驱逐舰 和三艘攻击核潜艇 从编程上来说的话 两者是有本质的不同 因为第七舰队它是一个行政编制 它既负责行政管理又负责作战 这支特遣部队 它是专门由抽调的 不同的舰种组成的 这样一个快速反应部队 应该是专门负责作战 它由不同的舰艇 包括航母大型水面舟战舰潜艇 甚至还可以包括航空力量 组成的这样一个快速反应部队 它的任务就是在大洋上 或者在潜水区负责 对于有关国家的船只 进行拦截争夺海洋 就像海盗一样 它可以潜出到相关的区域 那么从美国海军大的战略来说的话 随着大国战略竞争的展开 美国海军也在做 控制大洋的准备 这应该说是大国战略竞争 战略条件下的一个具体的延展 一周内从三地出动 三艘核潜艇 当地时间6月16号 弗吉尼亚籍核潜艇 北卡罗来纳号 从夏威夷珍珠港出发 启动新一轮在太平洋地区的部署 梳理美军官方发布的信息可以发现 在过去短短一周的时间里 美海军在亚太地区 分别从位于美国西海岸和夏威夷的三处基地 出动了三艘攻击型核潜艇 频次之高 近期罕见 航母载入南海 美军西太囤重兵 17号 美海军公布了 核动力航母 李根号当天在南海活动的视频 李根号于6月14号经巴士海峡进入南海 这是该舰今年首次 也是拜登上台以来 美国航母第四次进入南海 当前美军航母进入南海 展开部署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包括常驻日本的航母 进行夏秋巡航期间的前沿部署 常驻美国本土的航母 往返中东途经南海的过航部署 以及从本土专门派航母 在印太地区活动的任务部署 值得注意的是 李根号5月19号就已从母港横须赫出发 在菲律宾海活动了近一个月后 才进入南海 专家指出 这与美军航母在南海活动模式的变化有关 至少从2020年开始 美军航母在包括南海的西太平洋的行动 不再像过去一样按部就班 而是常态化在菲律宾海巡航 针对南海等热点区域快进快出 并且加强与其他航母 轰炸机和加油机等兵力的连野连训 这也遵循了美军最近长提及的 动态兵力部署原则 即行动变得突然而规律性降低 实战部署的意味显著加强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 目前美海军在西太处于部署状态的 除里根号航母外 还有美国号两栖舰编队 以及两艘滨海战斗舰 拜登政府重视东南亚 美军分散部署或受挫 当地时间16号 美国国会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 就五角大楼多项人事任命 举行听证会 会上五角大楼中国问题工作组的牵头人 同时也是拜登提名 出任负责印太安全事务 助力国防部长的拉特纳强调 在新一届政府的亚太战略中 除了日韩等东北亚盟友 东南亚及南亚的盟国与伙伴同样重要 不过英国金融时报同一天刊文指出 拜登政府在军事上对抗中国的战略 在菲律宾受阻 菲律宾政府14号宣布 再次推迟非美访问部队协议失效时间 至2022年2月 也就是说至少在明年2月前 美军仍可以通过轮换的方式 进驻菲律宾 非总统杜特尔特将利用这半年多的时间 考虑是否延长该协议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 格雷格里·波林警告 任由该协议到期失效 将意味着美非联盟陷入瘫痪 如果没有访问部队协议 哪怕向菲律宾仅仅派遣一名美国军人 都需要交换外交召会 类似的流程将迫使两国大幅削减 目前每年高达300次的联合演练 英美指出 美国新一届政府正在改变 在亚太地区的驻军模式 减少对大型海空基地的依赖 转而把人员和装备分散为 规模更小 机动性更强的部队 在这种部署模式下 岛屿的地位更加突出 而地处南海与西太平洋中间的菲律宾 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 在美军的地区战略中至关重要 有专家认为 如果美非联盟沿着目前的轨迹发展下去 美国在亚太地区对抗中国的战略 将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8号 国产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 亮相东北老航校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 申进科大校发布消息 歼20已列装人民空军多支英雄部队 18号上午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东北老航校的就职 举行了空军党委 庆祝建党百年专题党日活动 空军歼20和歼16歼10等多型战机 以战斗姿态飞跃上空 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介绍 参与活动的歼20战机 来自被中央军委授予 强军先锋飞行大队荣誉称号的 空军航空兵谋旅飞行一大队 强军先锋飞行大队所在部队的前身 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第一支空中作战力量 大队第一代飞行员 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东北老航校飞向蓝天飞向战场 在抗美援朝空战和国土防空作战中 英勇战斗履厉战功 打出国威军威 取得击落机伤敌机92架辉煌战机 开创了新中国空战史上多个首次 老一辈飞行员在飞行仅几十个小时的情况下 就飞向战场 勇战强敌 以空中拼刺到的精神 打出了国威军威 铸就了奋勇作战 无坚不摧的圣战基因 如今我们这支部队 已经飞上了最先进的国产战机 要更加苦练经飞 魔力赶打必胜的信心决心 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除了强军先锋飞行大队 空军曾在2019年10月发布消息 歼20列阵王海大队所在部队 那也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部队 曾经击落机伤敌机59架 涌现出王海 孙生路等 多位空军战斗英雄 近年来歼20从研发视讯 到列庄作战部队形成战斗力 再到列阵多支英雄部队 实战实讯 展至海空 飞出了新时代强国强军新航计 2016年11月1号 中国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 首次亮相中国航展 媒体评论称 歼20一小步 空军一大步 2017年7月30号 空军歼20战机首次以战斗姿态 亮相沙场阅兵 2018年2月9号 中国空军首次对外公布 歼20列庄空军作战部队 2018年5月9号 中国空军发布消息称 空军歼20战机首次开展海上方向实战化训练 2019年10月1号 国庆70周年阅兵 歼205G编队首次飞越天安门 2019年10月13号 空军发布消息 歼20运20首次展示空军航空开放活动 随着歼20 运20 歼16 歼10C和轰6K 空境500等一大批新型战机 相继列装空军部队 一批飞行员具备了通飞歼20 歼16 歼10C多种新型战机的能力 特别是歼20出现以后 对飞行员 对人的要求 也是有质的改变 以前就是敢打必胜 地面苦练 空中惊飞 现在的话强调新一代飞行员 更多的是你的学习力 对信息的获取判断的能力 要远远大于以前 永远是人们装备的合体 一加一必须要大于二 本周美国西部和欧洲部分地区 遭遇了今年夏天的第一波热浪侵袭 一些地区的气温 创下了同时期历史最高纪录 气象专家预计 今年夏天会比去年更热 一次大范围高强度和长时间的热浪 笼罩美国西部大部分地区 16号多地气温 创同时期历史最高纪录 其中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最高气温达46.1摄氏度 达到80年来的同期最高 面对2013年初夏以来 最极端的长时间热浪 当地政府已经为无法使用空调的居民 开设冷气站 加州死亡谷被认为是地球上最热的地方之一 16号这里的最高气温达到54摄氏度 极端高温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此前这里的最高气温记录是1913年创下的57摄氏度 美国西部超过4000万人居住的地区 16号街道警示 极端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到本周末 高温天气还加剧了美国西部的山火和干旱灾害 亚利桑那州和蒙大拿州有多起大规模山火在燃烧 数千居民疏散 欧洲国家也早早地迎来了今年夏天的第一波热浪 德国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17号达到37摄氏度 气象部门预计 德国东部的最高气温18号会上升到38度 地处高纬度的俄罗斯也迎来反常高温天气 莫斯科五月份的最高气温就已超过30度 遭遇124年来的罕见高温 高温叠加干旱导致西伯利亚东部地区频繁发生山火 而在中东地区沙特 阿联酋 伊拉克等多国 今年5月就出现了接近50摄氏度的高温 较往年足足提前一个月 韩国YTN电视台援引气象专家分析称 地球变暖引发的热钙现象 被视为全球各地异常酷热的原因 当一个强大的高压区域 形成一个热钙 从高空照住热量并阻止冷空气进入 热气流下沉地表会产生极端温度 与此同时 使太平洋海水异常变冷的拉尼纳现象 于今年结束 海水温度上升将让今年的夏天比去年更热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素揽 当地时间17号傍晚 韩国京畿道立川德平物流中心发生火灾 150多名消防官兵连夜铺救 但由于建筑内堆放着大量快递纸箱 塑料 胶带等易燃物 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 截至18号上午 消防人员仍在进行灭火工作 该物流中心总面积12.7万平方米 恢复运转至少需要两天 恐将造成包括首尔在内的韩国配送服务大面积瘫痪 据日媒报道 包括东京都在内的日本多地 将于20号起解除防疫紧急状态 并考虑把参加大型活动的人数上限定为1万人 计划7月至8月执行新的防疫规定 这意味着东京奥运会期间 每个场馆将一次性最多能容纳1万名观众 日本政府表示 如果奥运会过程中出现疫情迅速扩散的情况 将立即发布紧急事态宣言 据路透社报道 位于非洲南部的博茨瓦那共和国 发现了一颗1098克拉的钻石原石 这被认为是迄今世界上第三大钻石 仅次于1905年在南非发现的 重达3106克拉的库里南钻石 和2015年在当地发现的另一块 1109克拉的钻石 博茨瓦那矿业部长表示 在遭遇2020年新冠疫情对钻石销售的打击后 如今发现这颗钻石的时机再好不过 近日 智利南部塔尔卡瓦诺港的渔民在把渔石 被突然出现的数十只海狮围住 渔民说 当时这群海狮正在被不远处的虎经追赶 看到渔船石像看到了大陆一样 在水中不停翻滚 并向渔船渔网和甲板方向跳 最终在僵持了一段时间后 普京放弃了进攻 据美联社报道 近日印度一名船夫救起了被遗弃在 恒河上的女婴 女婴被送往医院检查无碍后 将会转送到社会福利院 警方称 女婴被一条红眉巾包裹着 放进木格漂浮在恒河上 盒子里有一张出生星座卡 和她的印第语名字恒河 当地政府表示会承担婴儿的抚养费用 同时称赞了船夫的行为 并奖励一栋房子 近日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遭遇冰雹天气 鸡蛋大小的冰雹击穿了房屋的瓦片 墙面甚至打破了玻璃 冰雹天气给当地造成严重损失 包括学校幼儿园在内的 近千栋建筑受损 此外约500公顷农作物被毁坏 紧急情况部警告当地居民 未来天气还将持续恶化 预计会有大风和震雨天气 近日澳大利亚在连续几天的暴雨后 遭遇了洪水 上百万只蜘蛛家园被毁 迁移到了地势较高的地方生存 维多利亚州 新南威尔士州等很多地区 都出现了大片雪白的蜘蛛网 它们覆盖了灌木 草丛和路标 专家表示 织白沙是它们的生存策略 危险来临时将蛛丝抛到高处 再爬上去避险 新亚洲闻天下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